大家好,我是贝贝 今天带大家看一部老电影 叫《隔山游眼2》 这是一部变异血腥的恐怖片 如果你看了原片 一定会恶心好几天 下面我就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在美国有个叫16号的地区 几个通信贵人在安装设备 可是安好的设备不知怎么的 莫名其妙就坏了 于是黄英男子就去检查 他只到地洞深处 依去再也没有音讯 因为他的下半身被人吃了 画面一转来到一个军队 他们全副武装 要给16号接去工人送设备 之所以全副武装 是因为那是一个核试验区 怕遇到什么危险的事情 一路颠簸终于来到了基地 可是基地空无一人 而且他们的一举一动 好像在被人监视着 于是大部队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去山上找人 另一部分守在原地 诸首基因的小伙 大概是想拉屎了 高高兴兴的来到厕所中坑 没想到高高拉了一截 马桶里竟然伸出一只手 抓粘了他的屎 屁股都没擦干净 直接尖叫的跑了出来 妹子不信他的话 近距离看 果然从马桶里爬出一个人 当两人把粪坑男救出来时 才发现他身上全是未知的伤口 两人意识到不对 赶紧联系大伙 没想到 他们的设备 不知道被谁破坏 武器也被拿走了 这时 突然冒出一个满脸试包 一看就是和服射的怪人 他抓着妹子就是一对摇摆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回来津津的一个同伴 打死了这个怪物 然而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这个小伙子退 被抓进一个洞里 两人拉都拉不住 直接被抓进里面去了 行下的两人 速度与大部队会合 他们在山谷上 不时听到疯子一般的声音 藏在山谷之间 不见面目 正当姐妹们放松之地 别人直接在石头后面 转了出来 在众人的扫射下 他被干死了 众人好气围上千里看 不仅快手大 而且散发着一种恶臭 黑妹被吓得有了要义 于是就躲在 没人看见的地方 准备放水 没想到 他身后 竟然藏着一个 石头色皮肤的变异人 直接将妹子 抓到一个洞窟里 听到叫声的队友们 跟着进入洞窟 这里是另一个世界 变异人们藏在暗处 监视着部队的一举一动 而部队 却在这严冻里头 屡屡受挫 每一处都有暗洞 而被抓走的黑妹 被这个变异人 藏在最深的暗洞里 原来 这个就是变异人的老大 通过不断生意 来撞到他的部落 另一边 部队所有的子弹都用光了 幸运的是 他们面对的变异人 是个瞎子 只能通过七位 判断位置 可惜 最后部队 还是没能逃过 变异人的追杀 只剩下两个人了 他们来到洞穴深处 发现了被老大 这么多妹子 于是 用计谋将这个畜生 引出去 最后 终于救出了妹子 而妹子已经被 折磨得不成人样 就在离开之际 老大回来了 力大无准的他 将帅哥干个半死 同伴一摸口袋 还有紧性的一颗子弹 最后一枪下去 可惜 只打烂了老大的头皮 老大被激怒了 愤怒的他 要掐死开枪的妹子 就在命弦一线之际 帅哥一钢筋管 插进了老大的身体 用枪上的刺刀 补了一个致命伤害 终于杀死了老大 山人伤痕累累的 逃出了这个怪物之地 剧终 这部电影没有第一部好看 不过看的真的很恶心 血腥恶心就是个片子 表达的主题 带劲 好了 今天的恐怖电影就分享完了 记得点个关注哦 拜拜